这波史上最严重的股灾 一天暴跌1800 连续两天又攻上去1400点 暴起暴落上洞的条 投资人还没从股灾回过神来 通膨巨浪已经到了 主机处公布了7月的CPI 创下了5个月来的新高 特别特别的关注就是租金 还在讲通膨在哪里 通膨就在这里 月租5000块的景官房 CP值很高吧 一看哇居然是 好市都买来的组合仓库 这样赚一个月5000块 股灾之后很多人都在问 房价会回落吗 我们告诉大家 新北的卢州已经出现了八字头 股灾之后等到的恐怕只有通膨怪兽吧 好 俊阳哥的报纸的观众朋友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三件事 第一个叫股市 第二个叫房市 第三个叫薪市 薪水的薪啊 薪市谁能知 所以股市的部分大家知道 现在目前震荡 还能要注意我们报新闻其他的股市专家 告诉你怎么样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其实我要关注到 如果整个经济受影响的话 我更关注的就是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有没有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每个月要看嘛 那我们现在八月了 刚过八月公布七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2.52 那很简单的一个基础的这个数值参考 看报新闻的观众朋友 炸的龙灾 2以上要警觉 3以上通红 那所以呢 2.52连续三个月都超过2 所以要注意 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创过去五个月来的新高 在去年的这个大概 就是二月的时候 曾经有比这还更高 到了大概去3 但我们现在已经2.52了 小心哦 因为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我八月才刚过 七月就像个有台风 对不对 台风之后 整个菜价 整个物价 整个相关东西会受影响 现在要大八月而已 所以9月再来看八月就要小心 这个数字会不会上去 这是其一 其二 我刚刚讲 股市会影响所有的这个 我们的消费行为 跟我们的经济 那房市有两种 一个是房子你要租 房子你要买 那现在看起来都非常的贵 先讲租的部分好了 来 看到这个在哪里 台北市的北投区 我想说北投 确实有一家这个美式大卖场 我也常常去 那里面有在卖这个 所谓的小仓库 它根本这 这不是拿来住人 来我们导播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大卖场走过去的时候 我都看过啊 我走进去里面看 什么都没有啊 它就是给它弄起来 像是个房子的形状 前面有个门 可以简单锁起来 里面有电吗 没有啊 里面有水吗 没有啊 里面有便室吗 都没有啊 那它这样大概4万块 买起来是给你干嘛的 这个台湾 其实基本上我在想谁买啊 如果我今天在美国来 俊强哥我有一个很大的房子 我有停车场 以后我要放个工具箱 里面没起来口口 我买个这个放在那边 对不对 对 变成小车库小仓库 对不对 放脚踏车也好 是 你把它拿来放在我们的楼顶以后 在这里放进去 洞着厨来租啊 你也对了 你说这个是 人家老美 他们拿来当仓库的小房子 Costco在卖 对 有人把它买来出租 现在北投发现 有在出租 在这里啊 还是说它这个是酷售的 直接在这个有没有 租的这个网站上面有没有 新北投捷运站的 顶楼独立的景观亚房 你看他都知道他写亚房 对 观众朋友亚房就是没有厕所 对 套房就有厕所嘛 那多少钱 五千块一个月 然后他压两个月的这个 这个押金 那问题是 我就问啊 那你要叫他去哪里上厕所 顶楼加盖 如果是继承违建的话 至少它是一个 对不对 水泥砖块 可以遮风挡雨的 这个 我都想 如果台风来了以后 这个可以拿来租吗 我都怀疑 那他这个要价只要四万块钱 那你一个月租五千 你是怎么 不可以放人用 你就是要回本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 尾汉第一个 我们关心通膨 从租金看进去 公布了这一个 曲线的主计处的官员 就告诉我们 他们特别盯着是房租 房租没有见到 翻转的局势 换句话说 买不出 买不去书 买不去书 你也可能买不去 来看看 你到底租到了什么样的房 刚北投那个叫做金函 对吧 现在跟大家讲 因为刚刚那个是临时组合物 我想也没人租吧 但这个俊相哥 这真的有人租了 在基隆的楼中楼 那讲到楼中楼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租到两个空间了 可是你要知道 它的宽度只有多少 它只有短短的这样子 狭长看起来不到两公尺的宽度 而两层所谓楼中楼 我跟你讲 我都没办法 因为它楼下这部分 来导演我们拍下这个 它楼下这部分 有给你一个书桌 看起来我就在这边作业 这么窄 这个高度是170 所以对不起 我183 182 你要拖着背才进去 我要进去写字的时候 我就只有这样子进去 写完以后 我终于明天要上班了 我要上去睡觉的时候 我只能这样退出来 为什么 因为楼上这里只有 一公尺高 一公尺你背给你 你以为这样很多 没有一公尺而已 所以你到了二楼以后 你再睡觉 基本上现在目前没有成人的高度 升高在一公尺以下 所以就这么狭长 然后一个楼梯 可能旁边还有做一些收纳 就这样一个月租4500 没有办法 因为那便宜 所以这样的房子也有人租 这有九行 我让你看一下 在大安区 红到日本 最高级了吗 日本节目都来拍了 日本节目上次来拍我们什么 拍我们家娃娃都会松掉 他很夸张 他现在也来拍 拍什么 他说我们的台北市大安区 其实不止大安 但大安是因为 这样的一个顶楼家干 你以为里面是仓库 刚刚不是讲好市售仓库吗 不是 里面是30间的个人小房 30间 顶家才多大的范围 可以隔30间 嚇壞日本人 你看他特別來拍 這上面是什麼狀況 這是九龍城寨嗎 裡面弄一個水管 所以這個就裡面有接水 讓你能住在裡面 然後它裡面的大小 其實居住條件 居相客真的太差了 旁邊就是這種木的 這種合成三合板 然後上面就是鐵皮屋 然後你又在一個樓底 給它隔了30間以後 大家進去住 你說有沒有人住 我跟你講有人住 因為台北市的大安區的房租 太貴了 你住一個正常的房子 大概30坪的話 你可能要5萬到8萬 那我來猜猜看 這個一間一個房間多少錢 差不多 你剛剛基隆4500嘛 對 那這個夠大一點點 這個6000塊 6000塊 你剛才做一半 因為它至少要1萬塊起跳 可是我已經講了 大安區 台北市 天龍國 鎮土鎮金 這麼差的居住條件 頂樓加蓋 又隔30間 但是至少我能在那邊 安生立命 一股的一萬塊 大家穿在住 因為光是那個大小 這麼小的空間 如果你換到大安區 其他的一個 比較簡單的房間 不是頂樓下蓋的話 2萬塊 所以直接對半砍 他用生活條件差 你看這個 他那個是用什麼 汽車有沒有 前檔遮陽的那個 鋁箔板有沒有 直接上衝物把它遮起來了 所以這麼差的居住條件 紅到日本 代表說我們台灣 其實我剛剛講的 這幾個是極端 並不是說大多是這樣 有非常差的 這些居住環境 但是每個月五千四千五 一萬都在出 真的有人住 好 這個是要住的 這是住家 客家我們來做一間房間 安生立命 再來 你要做生意 生意的店面 你來看看 西門町的這個老店 很多人都來去搞關過 含頭也撞不住 我說今天談的是 股市房市跟新市 其實股市 我們台灣股市 開始往上衝 五千點 一萬點 一萬點上去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都漲價 東西漲價 房租漲價 因為股市在往上 但股市 前幾天殺了一個 一千八百點以後 這邊大家都 求 大家都會害怕 那這個是台北市西門町 很有名的 這個楊桃市 因為它以前太有名了 成都楊桃冰 它一個月的月租 這是原來的住址 既然大家應該有去過 但這是新的 導播現在可以給大家 這是舊的 這個是舊的 它這個舊的 它放在那個 決定站出來的地方 其實我以前當學生 我也去買 它一個月租金 要二十幾萬 二十四萬 所以你這樣賣下來以後 尤其這兩年COVID-19 根本沒有辦法 它就退租了 它改租到後面 就隔一條街 旁邊那邊 改租一個大概 只有七坪大 我一樣能賣 你不要給我坐下來 你看就這樣 小小空間有沒有 你價一價在這裡 就這樣子 你沒有位置給大家 對 大家都是足夠的 對 那一個月多少錢呢 一個月七萬塊 一樣可以做成都楊桃冰 可是它每個月 就省下了十幾萬的租金 它就可以繼續做生意 做下去了 好 我要來跟我們講 就這一次的股災過後 很多人就質問說 會不會真的有人說 去賣房來救股 那我可不可以等到一個 比較便宜的房價 回檔的時候 我在進場 不然越晚買越貴 好不容易等到這時候 你門蛋啊 你可能等到的會是通膨怪獸 我每次要跟大家講 這個話題的時候特別謹慎 因為每一個地方 台北 高雄 台東 可能都不一樣 那我是跟大家講 如果你想說 最近股市在跌 一定有人被套牢 一定有人缺現金 所以一定有人賣房子 所以房價一定會跌 你有這個想法 我知道有人這樣概念 那我就舉一個例子 專家講 以前是不是有SARS SARS以後 是不是整個房價就崩了 是有跌 但問題是 其實SARS以後 還有新冠這兩次 對 房子還是照蓋啊 棟樹還是會成長 所以如果你想說 這個因為台股血洗的關係 大家都會賣房來救股 我都沒錢了 我被套牢 這個東西 它有可能會發生這種狀況 但不會是全面性 而且是不可逆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在看整個房市 你再講說 我再等一下 馬上要大風跌了 因為未必 因為其實股市現在目前也穩住了 所以你要回過頭來看 知道說 現在什麼東西都在漲 那漲到房子已經貴到離譜到 真的說實在的 我也不知道政府要拿出什麼辦法 讓這些狀況不要再發生 特別是整個大台北地區 就像個 只要在捷運站周邊 或者是新興的發展區 或者是你未來的時候 可能怎麼樣 像大巨蛋現在在等周邊可能會怎麼樣 都會把那個價格往上飆 那以前台北市 還分台北市的大安區 是蛋黃區 可能大同 市領還沒有那麼大 我跟你說 現在不是跟台北市 整個台北 整個新北 全部都變蛋黃了 來你看 這個是林口 林口以前對台北市民來講 其實是一段距離 因為 我必須開車 我可能塞車 所以大家說去住林口 那就便宜 30萬 30萬 40萬 你看林陽三年前不是也買30萬40萬嗎 現在呢 現在呢 80萬啦 有沒有看到 林口現在目前在這個A9 林口站前 不是說跟大家講說找最高的 在這周邊 因為他有山井outlet 他有林口站 你有這個大的這個outlet 商圈 又加上捷運站 誰管理在林口 80萬起跳 所以現在目前創80萬的新紀錄 我告訴你 當有80萬站上去以後 旁邊開始就會慢慢都變80萬了 林口都80萬 那我就問 新北的其他地方 不就一起上去 不然這哪來的 墊高行情 我早上來講啊 我們東升電視台 就在這個中校橋這邊 過了中校橋去三重 去蘆洲 那那個地方就是房價比較低 不然台北市城住不起對不對 那蘆洲 以前相對是房價比較低的 蘆洲現在有沒有捷運 有啊 我剛剛講有捷運 有人 就會怎樣 就會衝上去啊 你看蘆洲現在怎樣 八字頭也出現了 剛剛林口八字頭 蘆洲也八字頭啊 哪裡 三民高中站嘛 對 所以現在只要在捷運站旁邊 你不要懷疑 就是開始往上衝 站上八 之後就站上九 站上一百 所以呢 蘆洲也變這麼貴 那但是問題是大家的薪水 都沒有漲多少 所以房價這麼高 真的就會買不起 生活就會有點緊張 這一波股災啊 昨天跌出了史上1800點的最大跌點 今天呢 又交出了史上最大盤中漲點920點 怎麼會懂你 這樣暴漲暴跌 融資大清洗洗出了多少 股災災民呢 就連10萬存款10年滾出 上億身家的神級交易員 也重傷 曬出了5000萬的虧損 要安裝 8月股災股牌效應已經浮現了 不只車室皮要繃緊 下個月的百貨周年慶 剉的蛋 7月暑假已經帶走人潮 8月用股災賠掉荷包 叫他們 不會安裝 鞠江哥還有報信的觀眾朋友 昨天805的股災啊 一天跌掉1800多點 怎麼會撞得掉 對不對 而且還跌破2萬點 是 那因為我們的CG顏色 有時候什麼顏色 我有時候挑綠色的 今天開始 不用綠色 好不好 都用紅色 因為觀眾朋友不喜歡看綠色對不對 來看一下 台股805的慘災 昨天直接慘跌1800幾點 今天又佔毀了2萬點 但是觀眾朋友 大家會擔心會害怕 到底怎麼回事啊 跌了這麼多 很多股民講說 趕快有 成立股災指揮中心 我們要救一救了 但怎麼救呢 觀眾朋友 連最會操盤的這個 飛神 他說他都虧了5000萬 那這個飛神 其實基本上是股市的傳奇 2013年10年以前 他的手頭多少錢 鞠江哥你知道嗎 10萬塊 10萬 10萬塊10年以前 10萬塊滾成上億的豪宅 如何做到 因為他就是看準了 什麼股該買 所以他當時買了什麼 他買了長榮 40塊的時候他買進 200塊的時候賣出 所以直接買入上億的豪宅 但是他這一次 他也一樣 產賠了5000萬 大家都賠 那你要知道 原本在從 賴清德總統上來以後 股市我確實不懂 但我知道 都會跟大家講 股市都2萬點 有什麼不滿的 你在討論核電 你討論兩岸 大家都賺到錢 所以當你已經跌破2萬點的時候 股民們就講說 你也拜託 我們大家都沒有賺錢的時候 其實賴清德連 他的總統民調可能受影響 所以2萬點的這個事情 其實基本上可能衝擊到 賴清德總統的滿意度 那你要知道這兩天 800家的公司都跌停 那整個的表現 其實基本上產生的狀態下 鄭教授講說 這是經濟表現維穩 站在很多的角度來看 專家啦 經濟學啦 他這樣子講 基本上是可以被考教的 可是股民聽得不高興嘛 上面有說 表現穩健 什麼叫估值會講的 這是簡卻循環的一部分 大家都不高興 但今天呢 我跟俊翰哥要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當股市已經開始出現 震盪的時候 影響的不只是 只有買股票的人 像我是根本沒買 但問題是 整個社會包含我們的物價指數 跟我們生活上的大小消費 都會受影響 這才是關鍵 你的意思說 今天我如果沒有在股市進出 我沒有交易股市 我也會因為這一波的 世紀股災被捲進去 我們剛剛在講股票對不對 對啊 事實上很多觀眾朋友 跟我一樣 根本的一張都沒買 但問題是 如果你是百貨業呢 如果你是旅遊業呢 那這個股票有什麼關係 如果你是餐飲業呢 有什麼關係呢 通通都有關係 今年的7月 我們國人是暴富性的旅遊 跑去日本 跑去韓國 對 沒錯 所以國旅一定一旦 我們7月等過了 現在已經近8月了 你看墾丁昨天的新聞 50%的定房率也是賺不到錢嘛 那賺不到錢 股票要點那麼多以後 大家口袋裡面更沒錢了 但以後怎麼出來消費呢 所以7月帶出國 8月現在進股災以後 9月開始 特別是9月底 10月的時候 百貨公司都是週年慶 這個事不是今年畫面 觀眾朋友 這是以往的畫面 百貨業者就怕看不到這個畫面 大家都瞭解了說 你說這些菜籃族 家庭主婦 他今年都賠了 他還會去裡面買什麼對不對 化妝品 保養品 你是買好幾萬嗎 所以百貨業者很怕 他說今年可能根本 大家都不會衝進來買東西了 怎麼辦 所以百貨業的營收 來 還沒到的這個週年慶 先不講 今年上半年的營收 已經少了4.96 大概5% 所以果然消費是有受影響的 那如果是整個股災 都已經無法把它回正的話 第一個旅遊業 第二個餐飲業 第三個百貨業 都會受到影響 還有更慘的 今天股票產培已經很難過 現在還有一個誰都躲不掉 叫做水電雙掌 來 郭智慧部長 他口中的水電雙掌是完真的嗎 如果這個真的 兩隻劍射出去的話 會吹出什麼樣的一個通膨怪獸 郭部長說 電價不要補助 應該要自己賺錢對不對 先前講過一次 後來也補了一次 所以表示說 電價一年兩次 觀眾朋友都知道 看我們報新聞 電價審議會 9月還會有一次 10月剛才不要漲 或許還會再漲 對不對 他說補助不是沒了事 你自己要財政要好 所以那是電價 可能再漲 第二個就是水價 水價其實基本上沒有錯 我們台灣的水價 相對於其他國家 是非常便宜的 可是水價也有可能會動 因為當經濟部長講說 這水價 台灣人最在凶呢 20年沒有調漲 那我就講了 你什麼時候講這個話 沒事了 這兩天講這個話 大家都聽不到 為什麼 因為他講的其實是對的 他用什麼 他用同理心嘛 然後我就問觀眾朋友 這個部長講的 我們薪水是不是20年 都沒有漲了 你是不是希望能漲一下 一樣嘛 水價也都沒有漲嘛 所以應該要調整一下 所以代表水價有可能會漲 那大家天天就會害怕 第二個 我跟大家講物價嘛 你現在什麼東西 買來買去的話 反映國際的物價的時候 很多東西 水跟電跟生活用品 就會漲了 那我現在講一個產品 你不一定要買 但是我要告訴你 它有差多少 四年前跟四年後 來 俊大哥你看 這個是我常會去的 美式大賣場 這個油 以前我也有買 你知道這樣子 他用一手有沒有 兩罐有沒有 這樣子本來是多少錢嗎 2020年四年前還沒有發生 二污戰爭的時候 那個時候這樣子 兩罐是649塊 還好 那等於一瓶300多塊 而且它又這麼大對不對 其實那時候很多人 台灣我想 觀眾朋友你都買過對不對 但是這兩天你再去看的話 一樣這兩瓶拿起來 一手拿起來 刷下去 2269 可以有這種漲法 沒有辦法 它現在國際的價格就是這樣 同樣的單位 沒有變化 內容也一樣 2020年四年前的時候是649兩罐 現在是2269 所以很多東西漲上來了 連喝飲料 這個節目我們上次跟大家講過 我再跟大家講 是因為真的太貴了 在新一區有賣有沒有 我們在講這個什麼東西 這個奶茶什麼 一罐50 80 100 丁達 對 我告訴你 385塊一杯 一杯 不是385卡 它是撒金粉 怎麼可以搖出385一杯的飲料 裡面加很多這一些 包含什麼這個 這個什麼 沒有 它這個沒有 它有一些都是把養生 真果啦 穿背啦 對對對 那這些東西就是看起來養生 有那個網友跑過去看 有PO文想說 哎唷 我就是385大卡 以為它的熱量 沒有想到價格是385塊 是 一杯的手搖杯 然後你要知道 到屏東去 這個我要特別講 因為這網友的實證 他說我吃了一個大腸包小腸 這樣一個大腸包小腸 庶名美食 那這個在屏東在高雄 大概就是我有去探尋 我們這個朋友的價錢大概有60塊 但是這個洋蔥吃完以後 它流眼淚了 因為 這個大腸包要加洋蔥啊 洋蔥那裡流眼淚 變吃變哭 因為它這個一套 在屏東車城的這個廟的後邊的大 不是什麼大店喔 在屏東車城的一個宮廟旁邊的這個大腸包小腸 這一套吃下去 眼淚流出來 因為110 他沒有先問 他直接買了以後 然後他自己就自我解答說 是 因為加了洋蔥 所以我的眼淚要流下來 連屏東的大腸包小腸都要110 整個他們的物價看起來都在網上飆 還沒有完 會更更更更有管的 當然就是居住的成本啊 11住其實最後一關的那個住 就是最麻煩 而且其實成本最高的 對 吃東西領110 但是賣價就好了 處理要買啊 已經距像客 2017到現在整整7年到8年 台灣所有的購物總價 早就飆破千萬了 你幾乎找不到1000萬以下的房子 所以呢 現在台灣連續26計 都是千萬從2017到現在 那你要知道喔 房子開始變貴 就表示你的成本會變高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真的漲的速度太快 這兩天我們是不是全台灣都非常高興 林洋沛拿到金牌對不對 上次東京奧運打完又回來 他們有代言一個在林口的房子 當時代言 而且直接買 而且入住 他們說護節放在那邊 你要知道喔 當時他們兩個一瓶是買45萬 這樣才過幾年 三年而已嘛 對不對 三四年而已啊 已經漲到64萬了 直接一瓶漲20萬 就這三四年什麼都漲了 對那他們現在買了 他們也漲了 他們現在增加了40% 所以房子都貴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店面一定更貴 對 有一個老闆PO出一個文 他倒沒有講在哪裡 是台北還是高雄 有一個五百店的老闆 二十年前 六百萬買一個店面 其實說在現在六百萬買店面 真的買不到 所以那應該是20年可能吃的 沒可能 但是這個牛排館 買了以後 開始做老闆開牛排店 開到現在以後 你知道這家店現在多少錢嗎 多少錢 三千六百萬 所以六百萬買了那個店面 六倍耶 對 現在三千六 直接多了三千以後 你說 年輕人如果跟他一樣 他的肚子要說 我不要開這個五百店 我要六百萬買住 沒有 三千六百萬 根本就買不起 歡迎收看五期報新聞 我是徐俊相 帶你挖真相 主計總處公佈最新的CPI年增率 五月份年漲2.24個百分點 意味著什麼 它再度衝破了警戒線 體感通膨從來都沒有停過 裡面的信像往裡一看不得了了 房租類的漲幅更是來到了 28年來的新高 難怪央行總裁主動提出了 房市三景訊 哇 這下一提出來 所有人都在聚焦 越來越熱的房市 大家都在問 央行下個星期要召開 新一季的里監市會議 會宣布升息大房嗎 目前央行的一個心態 13號他要開里監市會議 但最近央行總裁楊金龍 談論到三件事情 第一個股市來到相對的一個高點 目前房市也過熱 但後面他說了一句 他說這一波的經濟的一個復甦 目前來說的話是復甦的 但這個數字不是非常的強 所以他上修GDP 從3.22一口氣來到了3.5 這個時候立委林德福 突然間問了一句話 他就說 他就說總裁你知道嗎 現在的一碗剉冰是200塊 結果突然間楊金龍 他就回頭一說 說這個話把台灣人給嚇壞了 他說什麼 他說呢 雖然一碗剉冰是200塊 但現在是料也變多 內容也變多 所以放心啦 通膨正在下降中 等一下 一碗冰200塊 第一不冰第二做醫生 已經賣你200塊 這就是通膨的證據 總裁跟我們說通膨在下降 這句話聽了之後 大家所有的頭腦都在賺啊賺啊 但我們說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裡面的一個門道 近一年來物價的一個變化的一個一欄表 這當中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五月份的整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一口氣是上升到了2.24 再度的衝破了一個警戒線喔 其實本來是到了2%之下 2%之下了 大家想說又通膨有降溫 又上去了呢 因為最近各位都知道 最近的天氣變化非常非常大 常常下非常大的一個雨 所以呢這一波為什麼物價會一口氣衝得這麼高呢 主要是因為蔬菜水果跟蛋類的價格 非常波動非常非常大 但目前長官還說喔 哎呀這個只是短期的一個因素 但民眾的感覺不是這樣啊 我們來看這件事情喔 最近有一個網友他就突然間發言了 他就說 臭豆腐還能夠算是平價美食嗎 他當然是啊 結果我一看到之後我也嚇一跳啊 為什麼呢 在我印象當中的臭豆腐 一份就是40塊50塊而已啊 沒錯 結果他就說他家自家巷子口一份90塊 嚇了一跳 價格逼近一個便當 所以我還特別在內湖跑去看喔 是 真的90 這是真的耶 真的90 大概一碗冰200塊 一盤臭豆腐賣你90塊 可是總裁跟我們講通膨還在下價 所以很多人都是看不懂嘛 好那現在很多的網友他就說了 不只是整個臭豆腐啊 現在到早餐店去吃早餐 他們也發現喔 櫃台怎麼會突然間 貼了一個所謂的調整的一個公告 簡單的說啊 他那個自由就常常在換來換去喔 對 結果他就說 那我就隨便簡單的吃個兩樣早餐 跟過去是一模一樣的喔 就發現 哎呦 不知不覺就跪了7%了 喔 這樣就7%了 很多人解釋 我知道啦 夏季店價開始 要將本求利 所以起給了 還沒有完 剛剛看到這個所謂的 2.24的CPI 細項你給他看進去 今天就要死 最可怕的是 28年新高的 房租類的漲幅啊 現在呢 5月份的一個 物價的一個調查當中 大家就發現了 原來目前漲幅最兇的 叫做房租 房租居然一口氣 調漲了 百分之2.6 是28年來的一個最高喔 結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俊香哥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 房地產緊噴啊 所以這個是可以用心理來解釋嗎 今天我與其父 越來越高的這個所謂的房租 去幫房東繳房貸 不然我們自己買好了 這個叫做租不如買嘛 但聯曾中心 他的統計資料鐵真真的告訴我們 今年第一季 連我都嚇呆了 為什麼呢 今年第一季 單單房貸足整整增加5萬喔 我單單看到那個一個月 目前那種包括清安跟各個銀行的一個連帶 我嚇一跳 一個月的霸眼 哇 這麼一個大筆的數字 新增了5萬個新聯口 這些可能原來都是租屋竹 沒錯 而且這個是15年來的一個新高喔 所以商總理事會的理事長賴正義董事長 他就說了 現在呢 就是在整個交屋的一個最高期 可是現在呢大家都怕錢變薄嘛 因為你的錢實質購買的利率就要變小 所以呢 台灣人怕房價會越漲越兇 才會積極購屋 但好多人是含內買屋 為什麼含內買屋呢 因為怕他們的錢 未來會越變越薄 到時候可能真的就買不起啦 好 觀眾朋友我們剛剛聽到了 央行總裁他提出了房市的三大警訊 今天嘉欣來到現場 嘉欣來告訴我們 實際在市場面的觀察 到底多熱 熱在什麼地方 是 其實我跟俊翔哥報告一下 跟觀眾朋友報告一下 你會發現到在這一波 如果你自己有去現場看市場 你會覺得真的超扯的 我們現在啊 在我自己做這行大概做快20年 我沒有看過 就是有這種所謂的案子 你現在可以封盤不賣 然後又可以排隊 然後又要 又跟那個代銷會跟你說說 對不起 沒有了 那我們如果說 我們從統計數字上面來看的話 在今年的第一季的 預售交易的部分 在七都的一個表現 已經破萬筆了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裡面的一個 所謂的各都的一個平均值 裡面的部分 新北的表現其實相當的強勢 因為現在的市場上面 有一個很特殊的狀況 就是大家會去做一個比價 所以這個比價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說我覺得市區好貴 但是我想要做一個好一點的環境 我通常我就會被擠到新北去 所以你就會看到台北市的人 他們擠到新北去 有一些價錢 你怎麼會相信有一天板橋破100 這個是我們之前關注過的一個看點 其實很多人都來信說 Email告訴我們說 真的是真的 真真實實的 可是今天嘉欣來到現場 那只是一道紅線 後面還有紅線你畫不完 因為這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到 它現在有非常多的所謂叫做北市移民 那這些北市移民呢 他們可能在大安區或中正區住了一間老公寓 我現在年紀大了我要換一間房子了 可是我在地我換不起 怎麼辦呢 我就到新北去找一些重劃區 然後房子蓋得還不錯 那我就往這個地方去做移動 那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們會發現到像新北有幾個 陸陸續續有幾個重劃區了 比如說像是新莊復都新 那另外來說的話像什麼 頭銜 溫載駿 或者是說可能有些人又回想起以前領口 這樣子的一些話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中像新莊復都新來說的話 人家說你怎麼現在還在講這件事情 因為新莊復都新在過去的時候 他曾經有因為房市修正 那如果還記得2016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 房地合一的時候 是 那個時候其實價格有一波的修正 但是在這一波下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到 因為北市已經高了 對於很多的購物人而言 他們轉去哪裡 他們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他轉到新北市去 那他轉到新北市的時候 他會看一些所謂區域上面的重大建設 比如說像是我們剛剛這樣講的 像是剛剛講的 比如說環狀縣的 捷運縣的一個部分 然後說他這個地方 他是不是有一些所謂的 政策上面的利多 那以新莊這個區塊來說的話 因為複都新跟頭銜 這兩個區域是連在一起的 頭銜先開發 之後再換新複都新 那複都新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國家級的 所謂的重劃區 它包括了像是所謂的一些 你說政府的一些單位 因為行政院的第二辦公室 那另外來說的話 你也可以看到像 它其實如果你住在那附近 你會發現出國還蠻方便的 因為它那邊的 大家看 紫色的這一條是什麼 在它的上頭的這個就是基結了 是 所以如果說你要去日本自由行的話 你就到松山機場 這個部分還蠻方便 你就坐著基結過去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 當初它在設計的時候 它有一種叫做新計劃區的思維 因為這種所謂的大型的重劃區 它如果放了所謂政府的一些 所謂重大建設進去之後 它多多少少會期待是商用的部分 會能夠把它放在裡面 所以以這個複都新來說的話 它在規劃上面 一個是說住宅是相對比較少的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它商業的部分會是比較多的 所以你現在看到像是紅燴 如果你假日去看 你就發現紅燴其實真的還蠻熱鬧 那如果說我們再把它拉到 就是有些人會把它來去跟 所謂的新計劃區 來去做比較 那我們也可以觀察到 在新計劃區跟複都新的 這個部分上面來說的話 在開發上面 當然因為新計劃區 如果有在找地的朋友 你會發現新計劃區早就沒地了 那早就沒地的狀況之下 現在有很多想要蓋辦公室 或者是說它有一些規劃 他們會到新北去找 那目前的話 就是一樣是國家級的 策劃的概念 那所以你現在可以看到 在整個所謂的 市況上面來說的話 因為接下來看得出來 包括像ESG 綠建築等等的一些 所謂減碳的話題 而且這一陣子不是很多 像NVIDIA 他們來到台灣 會去尋找這類的產品 那這類的產品 因為它自己在所謂做 這種海外生意的時候 他們本身有ESG的一個需求 所以如果說是 這樣子的狀況之下的話 辦公室的要求 他們就會往這個地方 來去做移動 好同樣是一個國家級 重劃區的一個概念 在新北復都心 新莊的這個 新莊復都心所在的地方 它是不是下一步 就是要來複製 台北新一計劃區的榮景呢 我們來看下面這段畫面 這裡是新莊復都心 又被視為是新北市國家門戶 因此很多的上市櫃企業 包括佳能、秦城新業、404 科技跟力保 都紛紛搶進 因為專家點名 這裡將是未來的 國家級重磅經濟特區 台商回流 政府積極建設 更提出了板橋、新莊復都心 三重第二行政中心 微笑曲線三軸心計劃 當中新莊復都心 就佔有重要戰略地位 新以全球資產調查更發現 近三年新莊商辦的交易量 合計達155億 遠超過板橋居新北之冠 近五年來呢 其實獨立交易量 其實就已經 規模已經突破千億元 顯見這邊呢 其實深受這個建商 或是大型的企業的喜愛 這邊的這個產業呢 跟人口呢 持續的意圖之下呢 顯見其 互渡性的戰略核心 地位的重要性 隨著中央合屬辦公大樓 電影文化中心 紅會廣場建設陸續完工啟用 專家認為新莊復都心的下一步 將成為CBD中心商業區 第二個就是它的商辦的規模 其實是越來越多 續集起來這個商辦規模之後 其實它的這個都市的景觀 也是漸漸往這個新一計畫區來靠攏 這兩點確實跟這個新一計畫 就會越來越相 除了國家級建設 副都心內還有近一層兩百坪的 溫仔底濕地公園 跟中港綠堤居住分為愜意 嗨 專家你好 美妮你好 我剛剛從那個中港綠堤公園走過來 發現離文化院好近好近 感覺是下班啊 你不管是帶小朋友出去玩 或去遛狗都非常方便 是 我們這次文化院 就是要讓我們住戶 擁有非常好的一個交通動能 以及非常舒服的日域環境 走 我們往裡面看看我們模型區 就是我們基地位置 好 就像我們文化院的基地位置 還有哪些優勢嗎 像我們文化院這一次的話 是在中原路跟中華路的交接口 那相對來說的話 兩邊都是20點以上的道路 因此在洞區來講是非常的寬敞 對 因為大家在買重化區的時候 大家會很擔心的是 重化區就是沒什麼機能 但這邊不一樣耶 是 沒錯 因為像過往的話 其實其他的重化區 大家最怕的就是 剛入住的時候 生活基因們的發展上面才能夠 那其實我們本身 復都心來說的話 就有非常多 像我們紅衛廣場 很多的商辦大樓 其實都可以為我們的住戶 帶來購物的能力 那加上我們鄰近旁邊的市區 三大市區 幸福商圈 商品商圈 以及加碼商圈 都可以讓我們的住戶 可以享有非常良好的居住品質 交通方面的話 新莊復都心的話 無論是國道1號 國道3號 或者是台六四線 或台六五線 那其實這幾個線道來說 南來北往都可以提供 非常便利的一個環境 那以捷運來說的話 我們有兩條的捷運線 一個是季節線 一個是我們的環狀線 那同時能夠為我們的住戶 帶來非常大的便利 去南來北往的情況之下 主要我們剛剛看一下 這間房間其實採光很好 然後坪樹規劃也不錯 那我們在文華院整面的案子 我們大概有哪一些坪樹規劃呢 因為其實像護路心來說的話 之前的案子都是做大坪樹的規劃 那相較於來說 總價是比較難以入手一點 那這一次我們文華院 是採用高頻效的空間 來做二十到二十八坪的二至三坪 讓我們不論是首購族 或者是自產的族群 都相對來講 可以用比較低一點的總價 能夠來入手我們的復都心 那復都心這個地方啊 就剛好聊到說 其實復都心現在非常的稀缺 是不是住宅地很少很少啊 是因為像國家級的重劃區 不論是之前的新一計劃區 或是我們這一次的新莊復都心 在住宅區上面都非常的稀缺 那以復都心來說的話 更是只有做二十趴左右的規劃 因此在住宅上面來說 可以說是相當的珍貴 不同於新一計劃區的是 我們復都心未來是還有非常多 可以來做開發的項目 那因此也相對於其他區域來說 有非常多的工程空間 其實剛聽專案講完 可以發現新莊復都心這邊啊 包括行政院的合屬辦公室 國家電影中心 還有很多的上市櫃都已經進駐了 可以看出未來有很大的增值空間 但是這邊住宅用力很少 而且也蓋得差不多囉 所以也難怪首購族跟購物族 把新莊文華園視為理想目標 台股大好 失業率二十四年來同期新低都很好啊 對 為什麼外媒卻要提醒賴清德總統 接下來要把台灣帶帶對的路上 他說現在台灣經濟發展走在錯誤的方向 對 為什麼這樣說呢 事實上我們必須講 很多人都覺得說股市大漲 但是很多人覺得無感 我覺得目前為止來說 台灣的確是有一些問題我們喪待解決 特別是以這個日經亞洲說 台灣經濟應該是賴總統執政的首要之物 它點出兩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過度依賴出口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不斷擴大了貧富差距 你看 我們剛剛就講過度依賴出口 我們剛剛不是說嗎 台灣的AI股都跑到前幾名嗎 也就是台灣的是靠所謂的AI 或是靠國外的產業 撐起整個台灣經濟 尤其是你看我們三月的出口量的話 是成長了18.9% 出口很多 但是我們國內消費其實是沒有起來 所以過分依賴出口 這的確是一個簡訊 另外第二個是 我們台灣的貧富差距 目前為止 繼續在拉大之中 目前為止我們台灣的貧富差距 從過去的16.8% 然後現在已經來到了66.9% 這個貧富差距 較以往都拉開非常多 甚至連青年人的失業率來說的話 超過11%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 的確留給賴清德 他必須要好好解決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了 股市大好 問題是AI大好 一家烤肉萬家鄉 更多聘用全產勞工人口的 不見得更著好 就拉開了這個貧富了 對 拉開貧富 然後同時之間也出現非常多 這個因為你沒辦法 這個沾上AI的話 你可能就會有失業的危機 尤其是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我們看幾個現象 因為很多時候 7-11都會有所謂集齊商品 就是快要過期了 快要過期的時候 用整個折價的方式賣 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這種所謂麵包 或是這種所謂壽司 其實大家不見得想要賣 但是問題是現在你可以看到說 大家這些所謂集齊麵包 或是集齊的這個所謂飯糰 都賣光光 大家想說那到底怎麼回事 某些程度你也可以看到說 好像就是平者月平的感覺 是出現的 另外第二個就是 負責月負的感覺又有這樣 為什麼 負責月負的感覺 大家還覺得是房市 為什麼覺得房市 現在我們注意到 我容上最近大家都在討論說 我都快買不起房了 房市很熱很熱 對 那我們就講 其實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是我們台灣歷任總統 上台的時候 是通常520 都不是一個好的這個檔期 因為為什麼 因為總統剛上任的時候 通常大家都說 我要打放 我要這個所謂公平正義 對不對 高舉這樣大旗的時候 通常都會跌 可是我們看到 事實上這一次的 這個賴清德總統上台的時候 好像我們最近 房市是沒有跌的 房市還在往上衝 尤其是目前為止來說 為什麼 因為之前有推出所謂新慶安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台積電在全台大擴產 再來就是股市那麼好 我們知道 股市跟房市兩個是一步一趨 股市好的時候 房市是很難大幅的回跌 所以在這樣的局面來說 房價反而在往上衝 這個其實對賴清德來說 未必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未必是一件好事 第一個 我們知道賴清德總統 他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今年選舉的時候 遭遇比較大的難題就是 人家指責說房價太高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他上台的時候 房價還沒有往下跌 尤其股市這樣 他怎麼去壓制房價 尤其他高舉公平正義大計的時候 那怎麼辦 好 那我們就講 現在事實上 尤其是種所謂年輕人的痛苦 其實這樣是沒有減少的 為什麼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今年第一季 台北市美平的這個成交價 成交價來說 你看價格都在往上升 尤其是 你可以看到 目前為止百萬的豪宅 就是單品 它已經是在百萬以上了 豪宅已經佔了整體成交量的23.3 就是說我年輕人 我住不起大房子 我住小房子 就小房子的價格在往上飆 目前為止都撲破百萬以上 而且來到四分之一 這對年輕人來說 當然是壓力非常大的一個狀況 這個增數是很有感的 一年前這個數字還20%而已 現在才多久的時間 已經23了 對 所以事實上這個年輕人 買不起房 這壓力是有增無減的這個狀況 好 另外一個我們可以看到說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以這個雙北來說 平均的這個成交當初 都一直在往上衝 好 那我們就講 以目前這個 不是只有台北這個樣子 新北市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新北市 像我住了新北市的這個地方 我最近已經看到說 有這個指標的建案 他已經開出了 這個每一品 121萬的這個紀錄 我們到前幾年 約莫斯在2012年 2013年 當時我剛到板橋的時候 那時候我板橋的天價是60萬 70萬就緊繃 現在已經開到121萬了 所以10年的時間 板橋的房價的天花板 往上再捅 Double上去了 所以瀰漫一股情緒就是說 如果現在不買 以後會更貴嗎 那我就問手購族怎麼辦 剛性需求怎麼辦 來看下面這則報道 私通八達的交通環境 看上往南還是往北 在三鐵共共的板橋 都能一站式享受便利通勤生活 環老師的商辦大樓 隨處可見絡繹不絕的人潮 大型商場隱成百貨林立 也難怪新板特區被稱作是 新北一哥 房價三年就漲了15% 新北板橋被譽為是 最適合居住的地方 不過新板特區的房價 已經突破百萬元 對手購族還是小資族來說 真的是很難入手 不過跟著我們的鏡頭 我們要帶您看看 板橋最後一塊重劃區 開車只要7分鐘 一起去看看 主打藝術殿堂和夢想基地的地方 就在江翠北設重劃AB區的 435藝文特區 來到這裡真的是非常愜意耶 不過我們就請專業的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姨姨你好 你哪要更了解435藝文特區 走 我帶你一起去參觀吧 好 走 如果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我們現在這邊 這是滑翠館 因為發覺這個氛圍 有沒有很像小時候的學校 有 非常讓人有懷念的感覺 對啊 那我們基本上 整個園區有7個展間 像這是滑翠館 我們這7個展間 其實是用板橋有7個對外的 連接的橋樑的名稱來命名 所以這邊是滑翠館 那裡面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都有很多藝術家的專業 鼓掌鼓掌 你在幹嘛 我在那分鼻塗鴉 這什麼有趣的活動 這是我們435最有趣的活動 這個粉筆你可以去我們服務台嶺 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 都可以在我們的滑翠館主家 所以等於是說 只要在435的柏幽路 小朋友都可以在這邊自行發揮 對 就可以當天然的畫布 讓大家把自己的夢想 實現在地表上 感覺很好玩 我也來試試看 OK啊 來 有著一大片休息空間 難怪江翠北徹重畫AB區 就稱為是最佳的藝文特區 如果能夠住在這 想必也是夢寐以求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你怎麼沒有跟我講 在江翠北側AB區這個地方 有這麼好的居住環境啊 因為我剛剛來 還以為我來到的是鳥屋書店呢 是的 其實這個目前這個現場 就是我們希望呈現 未來社區的一個氛圍 那我們最主要是希望打造一個 質感的一個閱讀環境 除此之外其實我們社區還有一個非常 就特別的一個公司 就是我們有私人一個健身俱樂部 那使用空間帶有80坪 那除此之外還有一些KTV啊 宴會廳啊等等 琴房等等 那我帶你去看一下 我們Randocare還有什麼 其他特別的地方 好啊 走 我剛剛來之前我還有做一下功課 因為我觀察到啊 手購族他們在選擇新屋的時候 會有幾大條件 比如說像是越覽室 健身房等等之類的 都是大家手購族非常關心的 當中還有一點就是蟲花區了 當然其實每個蟲花區都有它的特色 那以我們Randocare來講的話 它總共有五大的一個地段優勢 那首先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被8座公園環繞 所以它的率負率高達50% 那再來就是學區的部分 我們走路就可以到國冠國小 跟板橋國中 那商圈來講的話 其實步行五分鐘 就可以到中正路的商圈 甚至我們距離新板特區 只有2.5公里 那交通的部分 其實我們大概開車三分鐘 這樣我們就可以上六五 快速道路先 就一高跟二高 對於是整體來講都非常方便 那我就很好奇 日安TOKYO的內部格局長什麼樣 帶我去看看吧 哇 整體的環境 真的是非常的寬敞 而且住在這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應該是可以欣賞到媲美大直的 水岸景觀吧 是啊 其實如果以大直水岸的景觀來講 目前平均的行為 都要到150萬到180萬個區間 那我們日安TOKYO 只要七次頭就可以買得到 那對想要住在這邊的人來說 選擇性是不是非常多 以我們日安TOKYO來講 其實房型相當的多元 但是賣的最好 是我們現在所在的 這個24名的三島 那它可以依照我們家庭人口數 去做彈性的標準 可以規劃兩房 二加一房 甚至可以規劃到三島 那當然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價格 價格這部分怎麼算 其實我們的價格也相當的親民 如果真的這個態勢 今天不買明天會更貴 剛性需求 小資族 年輕人怎麼辦 今天我為大家邀請到的是房產專家 大全哥你來告訴我們 買房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那些買房的人往哪裡去 而如果長成這樣子的話 還有便宜的區域可以選擇嗎 這就要用點工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整個的趨勢走勢 其實看到買房意願 和賣房意願都在往上漲 賣房子的人想要趁著景氣好賣 這OK 買房子的人 你覺得現在房價怎麼樣 現在不買 未來會更貴 就買 所以你也看到這兩個數字 都在往上走 好 這件事情 是國泰金的一個調查 我們就來看 實際的數字 告訴我們什麼樣的反應 來 第一個 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 2024年第一季 是什麼概念 一共賣了5000億的房子 這個是歷史上最高的紀錄 是什麼概念 然後賣了三萬多間房子 三萬多間第一季 表示一天三百多間 一天三百多間預售屋 這個是放眼全台七部 那我就問 你再細看進去 從這個各個行政區 各個都會區裡面 他們往哪裡去找房 你看 台北市 台北市以前年輕人 都買蛋白區 沒有 中山區是蛋黃區 對不對 也賣了800多間房子 是 這第一季裡頭 再來 而且20到40歲 這去年的部分 2023年 20歲到40歲 在新北市買哪裡 板橋 是 板橋 你看看 因為它是離台北市 就一線之隔 對不對 2248間 一天賣6間 一天賣6間 大家對於板橋 年輕人覺得 是很OK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覺得說 當然你要新莊 也是第二名 但是我們看到板橋 因為它各方面的條件很好 講個雄壯威武的數字 新北市有404萬人 中華民國第一大線 板橋呢 55萬4千人 中華民國第一大區啊 買房子什麼概念 跟著人多的地方就對了 好 道全哥 剛剛我們才看到一個數字 很驚悚 板橋推出的新案 那個天花板 10年已經Double推更高 120萬了 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就要問 如果板橋你剛提到 它有很多剛性的這些公共建設 對 支撐著它的房價 對 往哪裡去看 還挑得到比較清明的價錢嗎 其實板橋 大家以前都在講一個地方 叫新板特區 蛋黃對不對 什麼概念 台北市的市政中心 在新一區 天花板 房價天花板 新北市的市政中心 就在板橋 新板特區了 新板特區剛才 你講得很好 120萬 對呀 以前80萬70萬 你也覺得好貴好貴 就一路上去了對不對 那現在板橋還可以買哪裡 大概就剩這個重劃區 這叫做江翠重劃區 我們每天在分析股票 其實各股輪漲有沒有 對不對 一開始這個江翠重劃區 在推出的第一區一區 常叫水岸 交通重劃區對不對 現在一區一區輪 現在目前輪到AB區了 基本上這個重劃區 有幾個優點在哪裡 五塊 五橋 兩塊 八公園 這厲害 有多少條 要進台北市對不對 從華翠 萬板 華江 大漢橋市到新莊 然後新海橋到新莊 四通八達 然後兩塊什麼 快速道路 永環河快速道路 64號快速道路 八公園 這就了不起了 重劃區裡頭 要買公園第一排 這才是學問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講 新版特區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真的住在新版特區 要嘛你是非富即貴 但是你一般生活機能 還是要靠商圈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個很重要的 叫什麼 中正路 板橋在地人都知道 不要講 全台灣人都知道 你知道中正路就對了 對不對 中正路你不會吃個牛肉麵 你還要去大圓擺嗎 對不對 這邊有個非常有名的牛肉麵 我要講什麼意思 它的狀況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它兩年沒有推案 推案量很多 表示題材正在發酵 你看那個南二都對不對 兩年沒推案 就有一個學問 成熟了 所以大家息瘦了 不想賣了 賣一個少一個 你看看新版特區 一年推幾個案子 你看新版特區 一年推幾個案子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 它賣一個就往上抬一層 賣一個就往上抬一層 這個價格其實很清楚 它有八座公園 又有學校 又有各方面的生活 醫療資料很重要 對不對 那個醫院進新版特區 然後還有交通的各個 各方面條件 我們看到江澤北側的一個成熟度 它是一個眼見為平的東西 還有一個重點在哪裡 藝文特區 台北市人聽過什麼 松菸 華山 桃園有藝文特區 台中什麼的 藝文特區就是票房保證 這邊有一個新北的435藝文特區 跟著藝文特區買 人都變得比較有氣質了 旁邊如果又是公園 生活沒問題了 520政權改朝換代了 林又昌卸下了內政部長 他自詩 過去所做的打房的這些努力 已經見到成效 他說沒有遺憾了 但你有感覺嗎 今天我們看到 從台北的信義區 4400萬的小豪宅 到過去顯得山高水遠的桃園觀音 連預售屋都可以賣到 1200萬以上的歷史天價 你告訴我打房看到成效 你有感嗎 買不起那就用租的吧 今天我們看到連拉拉隊女神李多慧 她要留在台北發展 都震驚於台北的房租 怎麼這麼貴 他說根本是首爾江南區的水準 好 盡量看下報喜的觀眾朋友 這個買房 買這個房子 或是租房子 房市跟這個房價 我是特別關心 觀眾朋友說實在的 賴清德總統 昨天上日我們跟大家講 他有四大的挑戰對不對 其中一個就是高房價低薪 沒錯 所以真的大家都很關注 年輕人現在把票投給賴清德總統 40%啦 還沒有很高 可是你未來四年怎麼辦呢 你看 在網路的到處就有講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他先前在提出政見的時候 有關於住宅三支見的 聲量是最高的 為什麼 大家期待你改變 因為他的關注說你處的事情 你要處理嘛 對 我們房價這麼高薪水這麼低 誰能買得起 連租都可能有問題 所以大家都關注這個 那我們昨天520 已經是新就任的首長交接了 前內的部長是林又昌對不對 對 那他零去之前他也跟他講 你當內政部長這段期間 你到底做得怎麼樣呢 那林又昌回顧說 他認為他當內政部長期間的時候 打房 這個打草房已經有成效了 任內沒有遺憾 講完之後很多人說 我買不起房子 我還是超遺憾 但是林又昌昌沒有遺憾 那房子到底有多貴 我現在開始要跟大家講 來我們先跟大家講 不動產代銷公會理事長代家勝他說什麼 他說其實現在目前的整個型態 跟過往都不同 跟10年前跟20年前完全不一樣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網紅 有很多網路直接告訴你推銷 怎麼樣買房賣房 或者是怎麼樣去了解 去買了以後怎麼投資的 那這些社群團購買房 這個過去沒有 但是呢 卻因為這種狀況之下 有時候集聚以後大家集資以後 忽然把那個房子給 價格給轟抬起來了以後 怎麼管呢 所以這個不動產代銷協會理事長特別提出 要注意喔 那我們今天舉一個例子 不是說我要特別講Jomain 而Jomain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Jomain他有在跟大家講 他有一個線上買房課程 我沒有買他的課程 但是他的推薦影片我有去看到處看 他也到日本去買房 他也在哪裡推薦房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Jomain他的這個線上課程 因為有一萬個人去參加 所以他就已經賺了 實質賺了兩千萬了 那他兩千萬拿了以後 他跟他朋友會買房子 他的歷史是怎麼樣 2013年的時候 他在新莊買了房子 一千兩百萬 可是短短的期間 每一瓶本來三十八萬 後來漲到五十七萬 就賺了五百萬 後來也去日本買房子 他其實聰明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他在日本買了房子以後 也讓很多網紅去住 又再去推銷 所以他在房市上面的投資 看來是很有一套的 也賺到錢 那網紅的現象 現在目前已經普及了 所以這個理事長才講說 那網紅的這個 在講房子要買房子之後 我們是不是也要有一定的規範 才不會造成整個市場的價格 非常混亂 所以一個簡單一句話 如果你一個人買不起一間房 沒關係大家集資去買一間房 有賺大家棚分 這個就是現在專家提出擔心 這會不是另外一個炒房的歪風 房子也炒上去 我如果剛性需求 我自己要住的 我不是更買不起了嗎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大家都在講房子越來越貴 大家都在講 而且現實上真的是這樣 短期之內在三五年之內 都漲了快一倍的時候 你會怕嗎 會怕啊 會怕的時候還不怕衝 所以大家就會講說 那我要跟得上 所以現在房價看起來超高的 我的資訊也百五十幾 怎麼辦呢 所以大家就也被逼著 可能跟家長輩問看看 有沒有錢給他 就趕快去買了 這個買房的壓力大 即使現在目前房貸也越來越高 觀眾朋友 2023年第四季國人的購物房貸 是970萬 平均啊 對不對 要一千萬耶 所以你可能買一千五到兩千 你要帶九百多萬對不對 那比前一年 2022年的時候 已經多出85萬 對 給他一百萬 所以連房貸的那個 平均貸的乘數 平均速度還要更高 對 表示房貸也增加了嘛 那你要知道喔 新義區 我們講台北市貴的新義區 它的微豪宅才20坪 其實20坪 觀眾朋友 你扣掉公社 大概裡面只剩13坪 12坪吧 來行 差不多12坪左右而已 可能就一房一位一廳 對 多少錢 一坪就要220萬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而且20坪這樣加起來多少錢 就已經4千多萬了耶 是 4千都要買10幾坪 對 這是台北市新義區 那怎麼辦 大家還是搶著買啊 因為沒辦法 因為你現在不買 大家擔心以後更貴 好 再回過頭來 這是賴清德聳聳的問題 因為當大家覺得說 我三年前的房價 跟現在差了百分之五十八十 那三年後會不會更貴 所以大家就衝進去買 可是問題是 每一個人薪水都沒有增加啊 現在上班族一樣是3萬5萬 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就要知道 因為太快的房價漲 這幾年很多人 就趕快買不了 但也因為這樣 逼著大家趕快去 趕快進場 就越買越遠 然後反正趕快進場 能買到再說 所以就是說 現在的買房人非常痛苦 他明明知道現在這個房價 都要來講太痛苦了 太難了 可是他又不敢不進場 因為他怕三年以後更貴 所以就會知道說 現在你要知道以前 來我們就比較一下 14年前在買雙北的兩房 大概多少錢 五百五十萬 那現在呢 你買了十幾年以後 都是大概可以賺一千萬耶 房子已經變成 越大越老了 今天沒有辦法跟大家講這麼多 可是我一直跟大家講的概念 十一住行是我們的基本需求 可是你今天不管十一 然後跟行 這三個都不會有這種狀況 你買一台車子開十年 折舊啊 五百萬的房子會變一千五嗎 不會 可是五百萬的房子 過了十年以後變一千六 你會賺一千萬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講說 即使我要這樣戴 有人講說我就不要繳本金 一直繳利息以後 五年以後再賣出去 可是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沒有保險 如果未來三年房價沒有鐵區房下來 你會被套住啊 那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這就是人民痛苦的來源 那你要知道 以現在這樣的狀況 剛講新一區的房子貴 然後雙北的房子 大概過去這十年 漲了五百萬變一千六百萬 漲了一千一百萬 漲完以後你就衝去買了 等一下你先等等 因為每一個狀況都不一樣 然後像桃園 桃園今天近平在現場 桃園房子也漲得超快的 因為桃園人越來越多 所以你就知道 桃園的房子現在目前也非常非常的貴 而且都已經 變成是整個大台北的蛋白區了 以前蛋黃區是台北 蛋白區是新北 現在整個雙北都蛋黃 桃園變蛋白 這個地方我很有感 知道嗎 桂園 新烏觀音 你剛剛提到蛋白 我覺得它幾乎到了蛋殼了 居然會出現 預售物一千兩百萬 這則新聞 我拆一下 對 所以連桃園的預售物都要一千二了 一千二了 所以你就知道整個桃園 現在目前是整個大台北地區的 蛋白區的概念 對 那這樣的狀況其實已經變成是 我們整個在大台北地區 包含新北 台北跟桃園 基隆 大家生活的共同經驗 一個人你都認識 叫李多慧 對 韓國的拉拉隊明星 以前在六天 現在是小龍女到衛權 對不對 他說因為你知道嗎 安芝萱在高雄定區 李多慧在台北對不對 但是你要知道 李多慧台北它是租房子 對 那他租房子他想說 天啊 台北的房租怎麼那麼貴 因為跟韓國首爾的江南區 江南style有沒有 江南區 最有錢的人在住的江南區 對 江南區的房租是一樣的 但問題是 我們現在的薪水沒有韓國高 那我們的住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其實年輕人賺的沒有韓國高 可是我們的房租跟韓國一樣貴 所以就會非常痛苦 觀眾朋友 多高 你看像這個在桃園 住在桃園在內湖上班的人 他月薪六萬塊 但是他就沒有辦法 他台北市租不起 只好去桃園 可是光是通勤他有多痛苦 對不對 這是其一 其二呢 你要知道 台北市現在目前很貴 可是品質沒有很好 李多慧那個還不錯 那你要知道 像這個信義區 三坪的雅房出租多少錢 四千塊 這次沒辦法 他一個月可能之後算三萬塊 他只能夠花這麼多錢 可是 三坪怎麼住 他還是雅房 所以他也沒有衛浴設備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樣子 人家說這是你 大頭才穿家嗎 去的套房 這個大安區的套房 他的預測放在外面 然後巨江哥你要知道 這是女生在住的 他只要用帆布遮起來而已 願出多少錢 我要到帆布裡面的戶 在那邊衝 你看這個條件 就這樣用帆布 然後廁所用帆布拉拉起來 對不對 但重點是多少 一個月要一萬兩千塊 這邊四千你說很大就算了 沒有廁所 有廁所給你 但是廁所是用帆布拉起來 多少錢 一萬兩千塊 臺北區大補易 現在房價高 房租也非常高 今年的通膨物價漲 真能夠緩和 讓人民安心嗎 才過完年 昨天公布的最新數字 只比兩趴 大白話就是物價向漲 新南安啊 最多數名美食的羅東夜市 你知道一家三口來逛 要吃好吃滿吃飽 要花掉多少錢嗎 一千五百塊 不要不相信 居然現在連兩顆荷包蛋 都要賣你四十塊錢 哇 這樣子的一個溫水煮青蛙 你有感嗎 不只物價溫水煮青蛙 更有感的是房價 今天最被熱議的是 內政部要宣布 虛品改革方案 未來公設比渴望降低 同樣的價錢 真能買到更多的實住空間嗎 就在這兩天 主計處上修了 今年的CPI 簡單的說 物價這個地方 又在蠢蠢欲動了 那麼目前CPI物價的年增率 上漲到1.85 但這個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為什麼呢 俊項哥 再來三十個月沒有選舉 所以我們台灣壓抑已久的電價 今年上半年勢必要來做調整 調整電價一定是見在懸上 所以簡單的說 這個1.85是目前所看到的 CPI可能會再度的來突破2% 但對好多人來說 過去美好的日子可通通都不見了 這個是最新的叫玉米杯杯 玉米杯杯是什麼呢 很簡單就是玉米罐頭 你上面看是要加什麼料 他就幫你把料加上去 可以加上起司 也可以加上糖漿等等的 那很多人說 玉米罐頭一瓶才不是幾十塊錢嗎 為什麼玉米杯杯直接加熱之後呢 一杯就要60塊 上面再放上一層的起司 一片的起司 要整整到80塊 好多人都看不懂了 結果現在呢 原來夜市的小吃已經不再平民了 目前夜市已經貴到 直逼到整個餐廳的一個價格 例如說什麼呢 我們來看喔 炭烤雞排 講到炭烤雞排 我可是滿身的一個怨炭啊 為什麼呢 我過去在高中的時候 吃一個雞排是15塊錢 各位那是三十幾年前的事了 現在吃一個探跑雞排是85到95塊喔 結果最近好多人就說 我們一家三口 有時候跟朋友 有時候是一家人 三個人到羅東夜市去 三個人要吃飽 居然要花1500塊 你有沒有搞錯 夜市就是庶民美食 就是很清明 很好上手的 幾十塊一個口味 幾十塊一個口味 一家三口去逛 沒有1500 逛完還會肚子餓 俊相哥我跟你說 這個還真的是 我最簡單的說 東邊最出名的叫羊肉對不對 現在的羊肉一碗是200多塊錢 好我們回頭再來看 現在好多的平民小吃 完全都不平民了 西門町有一家 非常老字號的一個麵線 大家看到這個麵線 都現在都外國人在吃 觀光客在吃啊 台灣人看到都說 為什麼90塊 那這兩年 因為大腸 包括了整個 所謂的藕啊 是漲非常非常多的 但店家說 其實真正最可怕的是 所謂的電珠啊 那據我所知道 那一家的店主可是一個天文數字喔 所以他們說不漲價會賠 結果呢 讓大家總體都非常有感 看的是什麼呢 過去是加蛋加5塊 哇好多人都還記得 結果現在呢各位 那個年代早就過去了齁 很多網路就說 哎呀 店價一漲啊 現在的雞蛋15塊 會不會一口氣漲到20塊 北部的網友就說 什麼 我們這邊加蛋 很多雙蛋都40 有時候一顆蛋 加到35的 加一些口味的 也都有 所以簡單的說 整個庶民小吃 現在是撐不住啦 物價是溫水煮青蛙 房價那個不是溫水煮 那直接沸騰的煮啊 更有感 今天好多人的討論是 內政部釋出的這個 所謂的虛頻改革方案 現在很多人在萬炭公 我買家幾桶桶 都在買虛頻 現在內政部有幾套方案 逐步希望能夠降低虛頻到 25%到30% 把它壓到這個水準 我就問 如果改革的成功 我能不能用現在的價錢 買到更多實住的頻數呢 簡單的跟各位說 這個叫不可能 為什麼呢 一個房子建案出來 從具體的計劃 到整個開始 深受所謂的內政部的一個許可 到建出來各位 是五年的一個時間 現在談這個案子 簡單的說 五年後再來說 但我們來說 房價的一個飆漲 現在政府來出手了 為什麼呢 因為目前 房價高漲 是台灣的民院之首 但房子貴 我們實住也就算了 讓大家最生氣的各位 叫什麼呢 叫公社 台灣的公社又特別的奇怪 還分大公社跟小公社 你跟你的社區人一起分享的 這個叫大公社 你跟你的鄰居 例如說各位 電梯怎麼算 這個總要吧 樓梯怎麼算 所以這個叫小公社 對不對 但現在內政部直接就說了 我們要做一個虛頻的改革方案 為什麼呢 很簡單 現在常常最常出現的情況是 一棟住戶總共有80戶 可是我地下室只有50個車位 明明50個車位 大家一起來分享這些車位就好了 為什麼要80戶一起來分呢 所以簡單的說 現在就要改進現有的停車空間 要把整個虛頻跟公社 直接回歸給使用的人 說到底 你現在去買 買清楚 那個所謂的公社比 你現在沒抓一個33% 35% 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你看扯還有更扯 這個是在台北的新城 居然傳出公社比 47.8% 你到底花的錢是在買什麼 買樓梯喔 有一個部落客 就陪著他朋友去看新房 結果看了新房的時候就說 你們家這個陽台好大 結果網友就說 其實這個房間就跟陽台一樣大 房間是5坪 陽台也是5坪 可是就像個房間可以睡覺 陽台偶爾在外面逛逛的 有時候可以曬曬衣服 那個地方也是裝空氣的 居然就換到你的公社裡面去了 我們來看這個是最誇張的 這個房子還是非常棒的一個房子 最近有一個物件 27.64坪要賣1888萬 結果大家往內一看 就像個主建物3.87坪 各位沒錯 主建物叫3.87坪 裡面就是一個房間加一個廁所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很多人就說 蛤 這個公社居然高達82.3% 但還是有人要 為什麼呢 原來這個地方 地點非常非常好 第一個明星學區 就在大安森林公園旁邊的巷子裡面 所以呢很多人就說 這個呢 金華學區第一個相當搶手 這個也是記戶級要的 因為當地不管是國中不管是高中 都是台北前三之選 居然有人公社比高達82.3% 各位就知道台灣的公社 虛平灌到什麼地步啦 房價新聞 很多人看熱鬧 今天報示文 帶您看門道 最被熱議的一則新聞 這個展榮展瑞 這對知名YouTuber兄弟黨 他們最近在拿口買三間房 噴掉了7千萬 大家想哇 好有錢 這不是有錢的問題 這是7千萬買三間房 這三間房到底合不合理 我來講給各位聽喔 第一個 這是一個高級社區 每一戶都是五十坪 每一間都是四房 兩丁兩位 還都兩娘臺 重點是 這個房子在過去最便宜的時候 一間是一千六百萬 他開房給你看 對 你到廚房 等下一千一千 這個社區是林口非常出名的社區 最早的時候 從一千六一千七一千八 開始賣 但據說 前兩年價格再高的時候 最高最高買到兩千七兩千八 高樓層的也都有 所以現在簡單的說 目前展榮展瑞兩兄弟 買了這個七千萬買三房 我個人認為是合理 但不得不說 他們的口袋也要夠深 為什麼呢 先跟各位談 目前的利率一千萬 一個月的負擔 二十年平均是六萬一千元 所以呢 他的整個房貸差不多在十萬左右 代表他們其實呢 付出的戶數是非常非常多的 今天我們看到的林口這個地方 觀眾朋友幾年前 那個建莎在推林口的案子 希望你來看房子 你有機會買房 說什麼 霧散了 人來了 這個多霧潮濕的林口台地 過去賣房子不簡單 現在你想了 你以為的蛋殼區 現在已經夯到不行啊 林口現在的房子嚇死人了 為什麼呢 林口三井阿淚附近的房子 漲幅是9.4% 全國之冠啊 真的是全國之冠啊 那為什麼呢 現在就整個前十大觀光景點來看的話 這一年來 哇 山景附近的漲最多 一年當中的漲幅6%以上 但目前 對比雙北的一個高房價來說 大家還是覺得划算的 但沒有想到呢 現在 林口讓大家想不到了 過去的林口 各位 什麼叫霧散呢 228那天最清楚 整個林口高樓層 高樓層 全部都不見了 但是他第一個 過去是臨近雙北嘛 方便整個上班族的一個通勤 但先說齁 林口老人家 真的沒辦法 很多老人家去住一兩年 後面撐不住 長年起霧 容易潮濕喔 可是即便如此 那房價是要長什麼道理的 這兩年 因為第一個 真的是房價第一個景噴 在林口的一個房價 都已經直逼新莊跟三重 落在四字頭到五字頭囉 所以很多的網友就說 那我買林口 一天還要一個小時 得個通勤時間 我不如買上樹 包括了三重 包括新莊的中古屋 我一天來回省一個小時 我也划得來啊 五七報新聞從2018年開始 連續六年 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總計 九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 一百萬的訂閱 快點衝一下 請大家樓上就樓下 摳更多人 來幫我們按讚訂閱 一百萬人的幸運兒 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你們